说来说去精彩的文化典故 人前人后好玩的八卦角度 解读经典不一定按照史书 自立行间最看重人情世故 我是冯一刚 我们今天继续来说李白 李白担任汉林院学士 在职期间奉命做一些歌踊宫中行乐的诗句 唐玄宗曾经在李白醉酒的时候 命他作诗 李白便在这样的状态下 一鼓作气写了三首清平调 传为一段佳话 云响一上花响容 春风拂见路花浓 若非群遇山头见 会向摇台月下逢 但是李白很快就厌倦了 御用文人的生活 开始纵久放肆 他使唤宦官高丽氏脱靴 高丽氏记恨在心 寻击向李白使绊子 他向杨贵妃打小报告 说李白的清平调 用祸水赵飞燕奉刺杨贵妃 一只红燕露宁香 云与乌山网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以心装 自此他也得罪了杨贵妃 最后呢唐玄宗也跟他疏远 隔年李白就辞官离开了长安 结识了杜甫高氏等人 一同游历江湖 老师你知道李荣浩有首歌叫李白吗 李荣浩是谁啊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天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 第二年李白成为勇王李林的幕僚 勇王意图谋反失败了 李白因此获罪 因为郭子怡的利保才免去了死刑 改而流放夜郎 在流放途中被赦免 上安州李长使书 是李白写给李长使的自荐信 期望能受到赏识 进而获得任用 在此之前呢 李白曾经得罪李长使 但是李长使原谅了他 所以在信中 李白引用是说心语的典故 赞美李长使 典故的内容是 近代的王成担任东海郡太守的时候呢 有人因为在老师家读书读得太晚 回家时犯了宵禁应当受罚 但是王成赦免了他 王成说 鞭打这样勤学的人树立威名 恐怕不是为政之道 并派人送他回家 李白就用这则故事赞扬李长使宽宏 并且在信中表明会将李长使的恩德 明刻心骨 刻骨铭心是从此演变而来 形容感受深刻 难以忘怀 马耳东风 说东风吹过马的耳边 就瞬间消逝了 比喻充耳不闻 无动于衷 出自李白的 达王十二 寒夜独卓有怀 吟诗作父 北窗里 万言不止一杯水 世人闻此皆掉头 有如东风 涉马耳 不是 老师你搞错了 马耳里面不是东风 马耳里面不是东风 那是什么 是马耳 什么意思 因为鹿耳朵里面是鹿龙啊 叫做鹿龙 鹿龙 好老的笑话了 北窗下吟诗作父 谈论风花雪月 但是说的再多 也比不上一杯水 来得有价值 因为世人听到这些 总是转头就走 就像东风从马的耳边吹过 起不了任何作用 三言两语 就说尽了文人受压抑的情形啊 李白晚年 依靠亲戚李扬斌 六十一岁的时候就病逝了 最后在李扬斌的家中 写了临终歌 大鹏飞兮震八亿 中天催兮力不济 于逢击兮万事 有扶桑兮挂左媚 后人得知传词 众一王兮谁未出涕 说大鹏 展翅翱翔 到了半空中 却折了翅膀 无力再飞 然而鹏鸟激起的渔风 还能影响千秋万事 过去曾有孔子 为不逢奇时 在乱世中被捕获的麒麟 哭泣 如今大鹏陨落 又有谁来为他哀伤呢 临终歌是李白 为自己发出的叹息 以大鹏的悲壮 为他不得知的一生 作为注解 也透露了 他强烈的理想色彩 也就是李白过世的那一年 唐代宗即位 征召他受与官职 但是皇上不知道 那个时候李白已经过世了 我是冯一刚 我们下次见